美俄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似乎有陡然升级的迹象 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B-52轰炸机突然去到了欧洲 而此前我们看美军更多部署的是F-15 F-16这样的空中力量在欧洲 但是更关键的一点就是有消息显示 比B-52更加强大的一股力量 也就是美军的核武器也将会来到欧洲 那这似乎也让美俄对抗强度瞬间就上升了一个级别 那么美俄是否会展开一场令人窒息的核对峙 如此紧张的局面之下 美俄双方又会做出哪些惊人的局面呢 2015年6月8日 代号为军刀出击2015的北约大规模军事演习 在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全面拉开了帷幕 据悉此次参演兵力大约有6000人 来自北约的13个成员国以及数个北约伙伴国也都参加了此次演习 值得关注的是 这场覆盖范围极广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 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俄罗斯 不仅如此 这场演习也让美军空中战略核力量B-52战略轰炸机再次来到欧州 据报道 6月5日 美国空军三架B-52轰炸机正式抵达英国 美国空军发布的新闻稿说 这几架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和330名空军官兵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展开了历时一个月的部署 期间参加波罗的海行动2015和军刀出击2015多国军事演习 这些轰炸机和空军官兵隶属于驻地为北达科他州麦诺特空军基地的第五轰炸机连队 据悉 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 美国空军一直在使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 基地的战机可以迅速起飞执行任务 单从2003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 美军整整十年没有在该基地部署B-52战略轰炸机 直到2014年6月4日 随着美俄关系的不断恶化 美军三架B-52轰炸机再一次回到英国 而近期美俄在黑海 波罗的海等民港海域频频上演舰机对峙事件 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不断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领空周边巡航 在局势更加复杂的情况下 美军又一次派出B-52前往欧洲 被认为是面对俄罗斯挑战的应对措施 这一次它出现的地方是在欧洲 确切地说是在英国的空军基地 那么通过这样一次远程的部署 或者说远程的这种临时性的停靠 实际上它表面上来看的话 是要参加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演习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它实际上是为了向俄罗斯施压 表明我的三维一体战略核力量 不仅仅要向亚太地区进行转移 我也会在欧洲地区保持强大的这种空中投射能力 尤其是通过B-52这种老当义壮的战机 来维持在欧洲自己的核力量的一个优势 所以这就是美国想传达的一个信号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B-52 它是一个核长兼备的战略轰炸机 它不仅仅能够发射核武器 它也可以携带防区外的精确制导武器 对某些目标进行点杀伤 也就是进行精确打击 这也是它的一个强项 所以的话 把这样一种武器 在英国以非常态化的方式来进行部署 或者说临时部署 确实在显示向俄罗斯叫板的一个诉求 那我们说到这一次B-52来到了欧洲 很有可能这是美国战略力量 大规模进入欧洲的一个开端 不仅如此 另外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也随之来到了欧洲 据英国媒体6月7日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向媒体暗示 英国可能在自己境内部署美国核导弹 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 哈蒙德称 英国必须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明确信号 以回应俄方军事活动增加 所表现出的令人不安的迹象 在此之前 就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自身参议员麦凯恩也曾经暗示过 美国正考虑在欧洲重新部署核巡航导弹 有业内专家分析称 如果美国真的在欧洲部署核武器 其部署的很可能就是B-61核航空炸弹 或者AGM-86系列核巡航导弹 这两款核武器都具备相当惊人的威力 能够很好的在战略上起到威慑俄罗斯的作用 而且方便部署和撤出 对于美军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但更为重要的是 这两款武器都能够通过B-52战略轰炸机携带并且发射 而近期B-52也恰巧再一次被部署在了欧洲 虽然美俄关系目前比较紧张 但两国双双亮出自己核武器的情况实属罕见 对此 德国媒体在6月9日发表刊文称 自1987年美苏签署中导条约之后 美国逐渐撤出在欧洲的核导弹 欧洲称为和平区 现在美国核导弹可能又要回来了 欧洲将再次称为新的冲突地区 这并不是欧洲人愿意看到的 欧洲因此正在团阅 那我们讲确实在美俄的这种对峙当中 确实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面对这种即将出现的美俄核力量的较量当中 俄罗斯未来又将会如何的应对呢 近期美国可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消息 让美俄紧张对峙的状态进一步升级 但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便由美国官员提出向欧洲部署全新的核武器的提议 随后俄罗斯围绕核武器展开了一系列行动 今年3月21日 俄罗斯驻丹麦大使便公开表示 如果丹麦想进一步靠近美约 那么俄罗斯的核导弹便会锁定丹麦的冲件 俄罗斯官员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言论 是针对去年8月的一次事件 当时丹麦军方表示计划将该国的三艘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伊万休特菲尔德级护卫舰 纳入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网络中 由于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将削弱核武库的有效性 并有导致军备竞赛的可能 俄罗斯方面长期反对北约在中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虽然自己发言会触怒丹麦当局 但俄罗斯驻丹麦大使瓦尼依然对一些欧洲媒体表示 丹麦若想更加靠近西方国家 则会被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要自负其后果 美俄这一轮核冷战 无疑让目前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而围绕着核武器 俄罗斯也展示出了空前强硬的姿态 甚至有消息称 俄罗斯的核武器部队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 今年3月15日 俄罗斯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纪录片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口透露 在去年局势最严峻的时候 他曾下令俄罗斯核武器部队随时待命 虽然在之后 俄罗斯并没有动用这支部队 但这似乎表明 俄罗斯在目前的形势下 已经做好了动用核武器的准备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核武器是它唯一的救命稻草 或者说是一个杀手锏武器 无论是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好 它都在威胁对方 如果你要是不按照一些规则来办事的话 我就退出中岛条约 但是美国最近说这个掉门的 这种掉门反而比俄罗斯更强 如果真的是美国退出了中岛条约 把自己的中程导弹一个一个再恢复的话 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梦魇 有可能会把这些中程导弹 在欧洲很多国家 包括土耳其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波尔兰等等这些国家都去进行部署 而不仅仅是部署在英国了 如果一旦形成这样一个优势的话 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威胁就更大了 毕竟陆基的 海基的以及空基的其优势都在美国这一方 那个时候如果俄罗斯再考虑用核武器来制衡的话 可能就会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 不仅仅是冷战 因为这种冷战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太冷了 另外我们也说俄罗斯的轰炸机在西方国家领空周边进行巡航 应该说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基本上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什么呢 当时国的空军起飞战机进行拦截 而不久之后俄军战机扬长而去 但是今年4月份 俄罗斯的轰炸机再一次飞入了美国的防空识别区 而奇怪的是 面对不断靠近的俄罗斯的战机 美军竟然是毫无反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15年4月22日 俄罗斯两架图九五战略轰炸机 飞入了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的防空识别区 据悉 这是俄罗斯图九五轰炸机 今年首次进入美国防空识别区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次 无论是加拿大空军还是美军 都没有派出战机进行拦截 最后美国媒体发表报道成 美军北方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发言人 贝斯·史密斯表示 美国已经发现了进入美国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战机 但并没有做出拦截的行动 美军这一表态显得十分异常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 美军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出动战机拦截弥军机 并在事后进行高调宣传 而在阿拉斯加附近的美国防空识别区内 美军也曾进行过非常罕见的拦截行动 2014年9月19日 俄罗斯两架米格31战机 两架1278加油机和两架图95战略轰炸机 飞入了阿拉斯加州附近的美国防空识别区 据报道 他们在距美国海岸线约55海里处飞行 一度去加拿大海岸线只有40海里 而驻阿拉斯加美军竟然派出F-22紧急起飞 拦截俄军战机 这款价格高昂的第五代战斗机 平均飞行一个小时都要烧掉近5万美元 出动F-22拦截俄军战机 可见美国对于俄战机进入这一片 所谓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十分警觉 然而到了今年 两架图95再次飞入这一区域 美军在已经发现的情况下 却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那我们讲其实俄罗斯 它是希望打一个心理战 面对俄罗斯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 西方国家可以说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甚至美英等国的领导人 发布了一些堪称是不可思议的言论 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 6月8日在德国落下回幕 据美国媒体报道 峰会联合声明谈到包括贸易 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等广泛议题 但首要的是向俄罗斯发出新情况 会议发布的声明显示 为加大俄罗斯需要付出的代价 西方国家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性措施 欧洲本月晚些时候将召开会议 决定是否延长欧盟对俄罗斯的重要制裁 此次会议俄罗斯成为了主题 预示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首要位 而种种迹象表明 双方的对抗越来越有冷战时期 美苏军事对峙的意味 近期俄罗斯与北约经常隔着边界 面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大规模军演 据报道 波兰国防部新闻办公室6月9日称 北约首次快速反应力量军演 于当天开始在波兰举行 此前一天 北约另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 军刀出击2015 在立塔网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等波罗的海国家拉开回幕 而与此同时 俄罗斯大规模军演 则在地中海 埃及 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同步展开 而在此时刻 美俄两国纷纷将核武器搬上台面 也让整个局势更加激化 双方官员对外公开的言辞 也展现出空前激烈的状态 有报道称 美国总统阿巴马 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 俄罗斯正陷入深度衰退 普京必须做出决定 他是否要为了执迷不悟地 重建苏联帝国的规划 而继续毁灭俄经济 是否要继续让俄罗斯陷入孤立 有评论指出 这是奥巴马迄今为止 对普京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 乌克兰战火重燃 美俄对峙形态再度加剧 战略轰炸机加上核导弹 美军的核力量将可能再次进驻欧洲 俄罗斯核导弹争锋相对 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冷战时期 核大战一触即发的那片恐怖阴云 美俄互不相让 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 俄罗斯与西方势力的对峙 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局 也许双方更多地考虑地区稳定与和平 才是解开这个死局